神国之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教会线上的主日崇拜 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 来聆听这周的主日 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讲着这个勇敢的妈妈 我今天早上为大家分享这个勇敢的妈妈 你看到这几个星期呢 我们是有一个系列 就是讲着这个圣经里面的妇女的系列 大家有没有发觉我们这几个星期里面 都是讲于有关圣经里面的妇女的 每次我们讲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伟大的人 每次我们看圣经都见到很多很多很伟大的人物 但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伟大的母亲跟妇女的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很多伟大伟大的女性和母亲的 你看到玛利亚这个名字就有很多个玛利亚 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名字就看到有很多个玛利亚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玛利亚 今天早上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妈妈 今早我分享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 你看到她的故事的时候 你会知道为什么我会讲到玛利亚是那么勇敢 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玛利亚是一个勇敢的女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很感谢你今天早上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早上 今天早上给我们这个力量可以听得到你的道 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听到你的道 神啊我们求你帮助我 给我这个力量听得到你的声音 让我们还祈求每个弟兄姐妹朋友他们开她的心 我们也祈祷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打开他们的心 可以听得到神你的话语 可以听得到神你的话语 我奉靠主耶稣圣名祈祷 我们一起来看看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26到38 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一章26到34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白裂 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同女那女 是已经许佩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同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恩这话就狠惊放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 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我们继续 还有吗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她起名 叫耶稣 她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她 祖大为的位 给她 她要作亚国家的王 直到永远 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家 怎么有这事呢 等一下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在 在26到34节里面 写到的东西 是讲的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26到34节 里面所写的是什么呢 你看得到 玛利亚呢 她那时候呢 她已经跟 耶稣 已经有了 还不是夫妻 但是她有一个分约 是吗 已经定分了 在这里看到 玛利亚和约室 已经有一个分约 虽然他们没有成熄成分 有一个盟约在这里了 但是玛利亚就突然间 看到这个天使 但是突然间 玛利亚看到这个天使 看到这个天使呢 这个天使就跟她讲 你会怀孕 哇 她就很惊慌 那她就很害怕 为什么 我会怀孕 为什么 你说我会怀孕 然后她就很奇怪 她就讲 为什么 你会讲到 我会怀孕 那她就想 为什么 我会怀孕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还没有 有什么关系 我还没有 有什么关系 没有理由的 所以这边呢 我们看得到 在26到34节 就讲到这一边 那26到34节 就讲这件事了 继续看了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35到37节 继续看路加福音 一章35到37节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 要任备你 因此所有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或者所有生的 必称为神的儿子 方且你的亲戚 已离沙白 在年老的时候 他怀了男胎 就是那数来 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人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天使要保证 你要给他知道 你不用怕 这个是可以发生的 为什么呢 这个天使 其实你讲这件事 给他听 是要给马利亚知道 保证这件事 是会发生的 所以看得到 他就解释 那个天使就解释 他讲 伊丽莎 她也是 从不可以怀孕 她现在可以怀孕了 他就告诉你 伊丽莎白 她从来都不可以怀孕 但现在她已经有生期了 有了六个月了 六个月了 从不可以怀孕 现在可以 从这个不可以怀孕 现在可以怀孕到六个月 所以他讲 这个神的话 也是不会掉的 所以他就 告诉马利亚听 神的话语 是不会落空的 你看得到 当那个天使 跟那个人讲话的时候 跟马利亚讲话的时候 他是讲神的话语 他有个保证 当这个天使 跟马利亚讲的时候 他就是讲神的话语 是一个保证 所以这边 我们看得到 路加福音第一章 第38节里面写什么 我们看一下 路加福音一章38节 写什么呢 马利亚说 我是主的侍女 情愿照你的话诚 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Amen Amen 所以你看得到 马利亚的这个故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她很惊慌 我们看到马利亚这个故事的时候 她开始的时候 她是很害怕的 突然间有天使跟她讲 神会给你怀孕 第一开始的时候 天使会跟她说 你要怀孕 她很害怕 她就说 哪里可能会这样的事情发生 哪有可能发生这种事 但是天使讲 这个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灵在你里面 但是天使说 这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灵在你里面 当时候 马利亚收到那个消息的时候 当马利亚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就讲 好吧 你要怎样做 我就OK 我可以结束 马利亚当时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她就说 好了 你怎么说 我就接受这个任命 但是你要明白 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其实我们要明白 其实这个事情是非常危险 很多人不清楚 她认为 哇 马利亚 就是这样子结束了 是很好 有神的孩子在你的身里面 有很多人都以为 哇 神的儿子在马利亚身上 那应该是好事来的 但是其实她要享受 那个过程 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其实她要经历一些 很痛苦的过程 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听 等一下我会解释给你听 这里我看得到在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8节里面写什么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一章38节 怎么写 她那边就写了 哦 马利亚讲 OK 神我可以接受了 你要我怎样做 我就跟着你 因为我是你的仆人 马利亚怎么回答 神你要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因为你是我的仆人 所以我这里看得到 就是因为第一次的相遇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 马利亚和天使第一次的相遇 是吗 所以第一次她当 那个马利亚见到 这个天使的时候 当马利亚第一次见到 这个天使的时候 哇 从她那一天开始 她的生命就很大的改变了 从那天开始 她的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了 所以我们看得到 当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当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也是 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改变了 那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就有改变了 可能我们那时候是会很紧张 又想要做某些东西 那我们当时可能很紧张 又很兴奋 又想做一些东西 可能那时候 那一个星期 你是最好的人在全世界 可能在那个星期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好的人 因为当你结束了耶稣基督徒 你全部坏事 你想要不要做 当你信了耶稣基督徒之后 你想 所有的坏事我都不想做了 你看到 我哪一个星期 我什么东西 我都做得最好的 那个星期里面 我什么东西都做得最好的 你在路边看到有乞丐 你都会给钱 你在路边看到黑衣 你都给钱 你全部东西都好像很好 你全部的东西都觉得非常好 但是慢慢的又变了 慢慢慢慢又会变 对吗 我们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跟神的相遇 这一次的经验就是我们跟神第一次相遇的经验 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相遇的时候 你的整个东西就会改变了 当我们跟神有相遇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都会改变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继续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继续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 所以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摩西 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摩西 摩西当他见到神的时候 当摩西见到神的时候 你们记得吗 他的那个故事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的时候 这个故事出在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那里 神话 不要近前来 当把你脚上的抬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那时候你记得吗 他刚刚看到那个经验 你记得吗 当摩西见到这个经验 他那个火在那边烧着 那个经验有些火不断烧 当然很奇怪 他看到那个火烧着 但是那个经验就不会烧掉了 他说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火不断烧 但是那个经验就没有烧坏 然后他就听到有声音 但过后他又听到一些声音 在那个火那边就讲摩西啊摩西 那么那个火就在那边摩西啊摩西 从那边开始 第一次他有遇到神 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神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另外一个就是耶稣 另外一个就是约书亚 你看第五章第十五节的时候 在约书亚记五章十五节 耶和话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所以你看到这两句 第一个是跟摩西讲的 我们看到这里有两句说话 第一句是跟摩西讲的 第二句是跟约书亚讲的 第二句是跟约书亚讲的 两个好像一样的人 好像两个人一样的 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约书亚刚刚他抬起头的时候 就是约书亚当他抬起头的时候 有一天他突然在他抬起头的时候 有一天他突然抬起头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要去攻打耶路哥城 当时他是要准备带领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 可能他在那边祷告 可能他在那里望着天祈祷 没有他在那低头的时候 他一拿起头的时候 低头祈祷 可能一望上天的时候 他看到那一个人在他面前 他一望就看到有个人在他面前 那一个人就是元帅大将军 他讲他是约和华的元帅大将军 他说他是约和华的元帅大将军 元帅大将军其实只是讲耶稣基督 其实元帅大将军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所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以说约书亚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这个元帅大将军他讲什么 整个地就是圣地 这个元帅大将军就说 这个整个地都是圣地 所以你要脱这个血 所以你要脱了你的鞋 你看得到吗 因为耶稣也是好像摩西这样子 见到这个神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这个约书亚跟摩西一样 当他见到神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看得到 玛利亚当他见到神的天使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 见到这个天使的时候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 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第一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我们基督徒第一次接受基督的时候 我们生命会改变了 我们的生命会改变了 可能有的人就跟我讲 我其实无理无徒这样子接受主的 有些人可能说 其实我无理无徒这样接受主的 对吗 他觉得可能我是有一点压力了 可能当时我有点压力了 可能那一天 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 好像打动我的心 可能当牧师讲道会打动我的心 怎样都好 当你接受主的时候 怎样都好 当你接受主的时候 你的生命会有一个改变 那个时候 你的生命就有改变了 就好像玛利亚这样子 就好像玛利亚这样子 他见到天使的时候 他的开始改变 他就开始改变 因为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 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 或者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或者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想要 OK 我要接受这个主 OK 我要解释这个主 我要接受这个主的时候 我要接触这个主的时候 他有一个圣灵 好像慢慢推我们 好像圣灵慢慢推我们 好像推我们 你要接受主 圣灵推我们 你要接受主 因为当你接受主 那个改变就开始了 当你接受主的时候 这个改变就开始了 所以你看得到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分享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 跟神有一个好的相遇 我们今早这个分享 就是想大家和神 有一个很好的相遇 虽然你是 如果你觉得 你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有时你觉得 我们是第二代的基督徒 意思就是 我父亲母亲是基督徒 意思就是我父母亲是基督徒 我就是基督徒 那我就是基督徒了 不一定 那不是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跟神有一个 第一次的相遇 因为我们要 自己要跟神有一个关系 一定要有这个相遇 一定有一个相遇 所以看到每一个 圣经里面写到的 每一个这些伟大的人 他们也是 有一个跟神有一个相遇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很多的伟大的人物 他们都有一次 是跟神有一个相遇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每个人都要祷告 我一定要跟神 有一个相遇 有一个相遇 所以我们要提讨 我们要跟神 有一个相遇的时间 你要看他 玛利亚的生命 我们看一下玛利亚的生命 从这里我要看着 有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有什么学得到呢 我们看到有三件事 我们看到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刚强壮胆 第一个就是 刚强壮胆 有时候人家 为什么韦伦 你讲刚强壮胆 为什么韦伦 你要讲刚强壮胆 我那时候 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看到 这个玛利亚的生命 有什么是这样勇敢的 当时我预备 这个讲章时 我看到 这个玛利亚有 什么是给我看得到 他是勇敢的 有什么事 让我看到 他是勇敢的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看到 这个天使的名字 我开始的时候 看到这个天使的名字 平时我们看在圣经里面 他没有讲到 那个天使的名字 平时我们看到 天使就天使 没有名字的 每次讲天使 每次讲的都是天使 没有就讲主 要是就讲主 但是这一次 你看得到在玛利亚的 这个情况 他就看得到 那个天使 他的名字 但是在这道 玛利亚这个故事里面 就看到这个天使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是叫做 加白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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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白列是什么意思 加白列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在希伯来文里面 加白列是讲着 上帝是我的力量 加白列在这个 希伯文里面 就是说 上帝是我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得到 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 玛利亚需要神的力量 这个故事一开始 就讲出来 就是玛利亚 需要上帝的力量 因为平时 他没有讲到 那个天使的名字 因为平时 没有讲到 这个天使的名字 所以我看到 为什么会讲 那个天使的名字 所以我就想 为什么会讲 天使的名字 所以我就查一下 那个天使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 那我就去查考 这个天使的名字 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是要 玛利亚 有这个 神的力量 就是说 这个玛利亚 需要神的力量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在路加福音 第一章跟第二章 因为当我们看圣经 但是路加福音 第一第二章的时候 一讲到 耶稣基督生的时候 看到耶稣基督生的时候 全部都是讲着玛利亚的 全部都是讲玛利亚的 第一跟第二章 路加福音是讲玛利亚 第一第二章都是讲玛利亚的 讲着他母亲 就是讲他的妈妈 在马太福音 第一章第二章 你讲着耶稣 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 就是讲玛失 就是看到他的父亲 就是耶稣的爸爸 你看得到 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十九节的时候 其实是 他讲着 约瑟四个义人 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一章 看到这个玛失 他讲到 这个玛失是一个义人 他要安安 把玛利亚 削了 那里就讲到 这个玛失 就暗地 要将玛利亚 幽了他 为什么 因为玛利亚 给他知道 我有了 因为玛利亚 告诉他 我有了 那个耶稣 一听到 我还没有娶他 他有了 那这个约瑟 就有点生气了 我都没娶你过 你就 哇 有BB 不是吧 不是吧 我看到你这样好的家庭 全部都好 我看到你的人品这么好 你家庭背景这么好 你做些这样的事 你跟我讲的 你有了 你跟我讲 你有了BB 我很相信 那时候 马利亚 也是会跟他讲 他讲 这个是神的孩子 我相信当时 马利亚 也都跟他讲 这个是神的孩子 你都会慌张 那你会慌张 你也知道吗 这个耶稣 他的想法就是 Oh no 我戴了绿帽 那你想想 耶稣 可能当时 哎呀 糟了 我戴了绿帽 突然间 他的老婆 还没有娶来的 已经有了孩子 你想想 这个老婆 都没娶过来 已经有怀孕了 他讲 哇 这个是给人骗去 哎呀 可能被他骗了我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耶稣 其实在 马太福音 第一章 第十九节的时候 他其实要 求他 所以在 马太福音 第一章 二十九节的时候 这个约实 其实是想 忧了这个玛利亚 在这里 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 玛利亚的情况 其实很严重 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 玛利亚的情况 是这么严重 不是因为 他只是 不要娶他 就是这样子 没有事情 不是说 他不要娶他 那么简单 在他们的 那个律法里面 在当时的律法里面 在生命记里面 在生命记里面 第22章 第23到24节里面 写什么 在22章 在22章 23到24节这么说 若有储女 已经许配丈夫 有人在城里 遇见他 与他行淫 你们就要把 这二人 带到本城门 用石头打死 女子是因为 虽在城里 却没有哭叫 男子是因为 沾污别人的妻 这样 就把那 鳄从你们中间 除去 哇 约瑟可以这样做 你有没有搞错 我们已经约定了 我已经跟你订分了 那约瑟呢 我已经跟你订分了 你还是 守不住 要跟别的人一起 你还是守不住 这个证捷 你和其他人在一起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当约瑟 报给这个律法的时候 当约瑟 看到这个律法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住的时候 全部每个人都认识了 他们住的地方 每个人都认识的 全部都是 他们认识的 这个村庄不是很大 亲戚朋友 全部都认识的 亲戚朋友 全部都在那边 当约瑟 这个时候怎么办 当约瑟 怎么办呢 你看得到吗 他就要 这个玛利亚 被石头来 丢死的 因为呢 如果被人知道 玛利亚要被人 用石头 扔死的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 有他的 怎样来 给他有清白 另外一个方法 有什么方法 来到这个清白呢 这个也是 一个约事可以做的 这个约事可以做的 玛利亚 我带你去 见那个祭司 就说 玛利亚 我带你去见祭司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跟着这个 这个 这个 犹太的 这个律法 因为 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呢 在那边 明书记里面 写得到什么 你看到第五章第十九节 五章十九节 要叫妇人起誓 对他说 若没有人与你行淫 也未曾背着丈夫作 污蔚的事 你就免受者 这什么 这个苦水的债 哇 这个是什么 是什么 就着苦水的债 其实他的方法 就是 他用了一个 堕胎汤 哦 其实他就用一个 堕胎汤 给他们喝了先 给他们喝了先 如果你是有罪的 如果你是有罪的 你就会有病 你就会有病 你的孩子就会掉 你的孩子就会掉了 但如果你是没有罪的 如果你是没有罪的 你就没有事情 那你就没事 哇 这样子的律法 这样的律法 叫他要喝这个堕胎汤 要他喝这个堕胎汤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你觉得 玛利亚 需不需要神的力量 那你说 这个时候 玛利亚 是不是很需要神的力量呢 所以我看得到 约瑟也是很近况 你所以看到 约瑟也是很害怕的 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办 那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有人发现了 这个事情怎么办 如果人家发现 这件事情怎么办 所以约瑟那天 那约瑟是那天 他有一个梦 他有一个梦 天使跟他讲 这个天使跟他讲 他跟他讲 这个孩子是神的孩子 天使跟他讲 这个儿子 是神的儿子 你不用怕 不用怕 你要娶这个玛利亚 你要娶这个玛利亚 所以约瑟也是 不是容易 约瑟听到 他就不犹豪了 我们是男人 我们也是 我的老婆 有了怀了印 我们想想 因为我老婆 怀了印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我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他要相信 但是他要相信 两个都要有 这个信心 两个人都要 需要这个信心 两个都要有 一个勇敢 两个人都要勇敢 所以我看得到 哇 玛利亚真的很勇敢 你看到 玛利亚真的很勇敢 因为当他听到天使 跟他讲的时候 因为当他听到天使 跟他讲的时候 他讲 OK 好 他讲 OK 好 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他已经想了 他已经想过 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需要面对 他要面对 很多很多的事情 突然看得到 玛利亚这么的勇敢 可以看到 玛利亚是多么勇敢 在这里 我很相信 玛利亚就是一定要有 这个刚强壮胆 我们看到 玛利亚一定有 这个刚强壮胆 如果神跟你 叫你做某一件事 如果神 叫你做某一件事 这是要为了神的 是为了神的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想了过后 你知道 哇 有很多东西 你要处理 你想想 以后有很多东西 要处理 你会不会有 刚强壮胆 你会不会有 刚强壮胆 第一样东西 我们看到的 就是从这个 玛利亚的故事 我可以学到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好榜样 一个好榜样 你看到每一个 孩子们 他都是 看到他的父亲母亲 做一个榜样 通常 小孩都看到 自己的父母 的榜样 对吗 他是最亲的人 对吗 因为父母是最亲的人 所以你看得到 耶稣基督 看得到他的母亲的勇敢 他也是会有勇敢 如果耶稣基督 看到自己妈妈 是这么勇敢 他自己都很勇敢 有时候我们会讲 耶稣基督是神 当然了 耶稣基督是神 但是 在他的三十年 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想想 他在这个世界里面 三十年那么长 他全部都是 一个人来的 他全部的 生命都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神 打的时候会痛 打会痛 用刀割的时候 还是有血流出来 刀割就会流血 所以他那边 我看得到 他还是给他的父母 很大的影响 我都看到 他给父母 有很大的影响 我看得到 当他看到 玛利亚这样勇敢的时候 当他看到 玛利亚这么勇敢的时候 我相信 玛利亚也是会 跟他的孩子讲 我相信 玛利亚也会跟他说 你是特别的 你是很特别的 你是神的孩子 你是神的儿子 你看得到 很多时候 你看到 耶稣基督的故事 他就讲 他真的是 很特别的孩子 你看看 其他的故事 耶稣基督是很特别的 有讲到 他十二岁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有讲到 他十二岁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所以看得到 耶稣基督这样特别 他母亲一定会 跟他讲的很多的故事 看到 耶稣基督这么特别 一定是看到 妈妈跟他 说了很多的故事 我很相信 玛利亚一定会 跟他讲 当他出生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什么都有 我相信 玛利亚也跟他 说他出生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到他看到 耶稣基督 要拿了十字架 拿上山的时候 到耶稣基督 抬起了十字架 去到山上的时候 全部的那个苦 全部的苦 全部的痛 他就有看得到 他的母亲 玛利亚的勇敢 就看到 玛利亚的勇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 玛利亚 也是服从神的话语 你看到 玛利亚也都是 服从神的话语 所以耶稣基督 也服从神的话语 所以耶稣基督 也都服从神的话语 你看到玛利亚的 他的那个心情 他会怎样 要怎样带着这个孩子 你看到玛利亚 以一个什么心情 来带着这个孩子 你看到他 当他第一天 那一天 他见到这个天使的时候 你想一下当时 他第一次 见到这个天使的时候 他也知道 耶稣也会有很多 误会 药室也会有很多 误会 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 那他有一样东西 他知道 当他跟神 有这个相遇的时候 他知道 当他跟神有相遇的时候 他就100% 相信这个神 他就100% 来到相信这个神 在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38节里面写到 路加福音 一章38节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侍女 他情愿照你的华城 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 看到吗 情愿 情愿 我可以讲什么 看到吗 情愿 愿意来 担这个 他愿意来承担 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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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经过很难的时候 他知道 他要经过很难的时候 所以当你看得到 玛利亚的生命 耶稣基督也会知道 他还是要经过这个苦难 看到玛利亚经过这些苦难 耶稣基督看到 他都知道 他也会经历这些苦难 为什么 因为玛利亚看得到 这个允许 因为玛利亚看到这个应许 他知道 因为那个天使已经跟他讲了 因为那个天使已经跟他讲了 他讲了 这个孩子 就是那个王 他就告诉他 这个孩子 就是那个王 就是带领全世界的人 就是带领全世界的人 他就是帮助每一个人 他就是帮助每一个人 所以看到玛利亚 他讲 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留住 所以玛利亚就说 这个孩子 我一定要留住 怎样都要保护住他 怎样都要保护他 所以看到他前面 耶稣基督的故事 就是讲的 有人要杀害他 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前半生的故事 就是 有人要杀他 他小的时候 有人要杀他 很小的时候 已经有人想杀他 所以他的家庭 每次搬来搬去 所以他们 常常搬屋 所以看到 这个玛利亚 真的是有 那个勇敢 跟那个爱 爱护着 所以看到这个玛利亚 有了勇敢 和这个爱 你看得到 因为玛利亚 聚中在 他的 承诺 他的 应许 所以 玛利亚知道 神的应许 所以他 很服从神 虽然他很怕 虽然他很怕 但是他忘记了 那些怕 他只是专注在 这个应许 他只是专注在 神的应许里面 所以当神给你 这个应许的时候 可能你看到 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跑 可能你看到 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 居住在 那个 应许 但是我们应该 注目在这个应许上面 你看得到 当玛利亚 听到这个天使 跟他讲的时候 你听到玛利亚 听到这个天使 跟他讲的时候 他真的是 有这个信心 那他有这个 心情 信心 信心 他第一样东西 他去见谁 去见 耶利沙巴 耶利沙 那么他第一件事 就走去见 伊利沙巴 为什么呢 这个天使已经跟他讲了 伊利沙 你的这个亲戚 他突然间有孩子了 他已经有六个月了 因为这个天使 跟他说 你的亲戚 伊利沙巴 已经有怀孕了六个月了 所以他快快地 跑过去那边 所以他快跑去 找伊利沙巴 给他分享这个事情 跟他分享这件事情 我会有怀孕了 告诉他 我有怀孕了 我这个怀孕 就会是神的孩子 我这个怀孕 是神的孩子 当他跑进去家的时候 当他跑进去伊利沙巴的家的时候 伊利沙巴看得到 他说 当你进来的时候 我就很高兴 很欢呼你 伊利沙巴跟他说 当你跑进我家的时候 我的身体里面 很开心 为什么呢 那个孩子在那么动 因为他的胎里面 动得很紧 我已经知道了 一定是一个喜事 他说 我一定知道 有喜事发生 你看到这个女孩子 两个一起的时候 哇 他们在那边 嘀嘀喳喳喳 很好 很多东西 想象一下 两个女孩 在嘀嘀喳喳 在说话 全部都讲着 神 有很多的应许 给他们 他们就分享 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也是 需要这个 跟我们身边的 那个人 我们也同身边的人 当你有这个 神给你的应许的时候 当我们有神的应许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好的朋友 你要找一个好的朋友 知道神的应许的 知道神的应许的 他会明白你的 他会明白你的 一起来帮助 父将帮助 一起来互相给予 帮助鼓励 所以看到到 那时候 如果你看 《路加福音》第二章 当然我们看 《路加福音》第二章 你有看得到 玛利亚还写一个歌 玛利亚也写了一个歌 他写了一个歌 来赞美神 他写了一个歌 来赞美神 他那么开心 他说 我有这个神 在我里面 我写到 我有一个神 在我里面 但是 他还是要经过 很多的痛苦 但是 也要经过 很多的痛苦 在那个痛苦里面 他就忘记了痛苦 他只是 尊重在这个应许 他经历了这些痛苦 他已经忘记了这些痛苦 是专注在神的应许上 所以你就看得到 耶稣基督也是 学到他的母亲的 所以你看到 耶稣基督也是学到 他的母亲 他的勇敢 他的勇敢 你看看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第一到四十三节 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四十一到四十三节 于是离开他们 若有一 形一块石头 那么圆 跪下祷告 说 父啊 你愿若 也若愿意 就把这杯切去 而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然 加添他的力量 Amen Amen 那时候 第四十世纪 其实耶稣基督 其实他的那个顾虑 跟他的那个伤心 跟他的那个很怕 他流汗的时候 都好像血这样流下来 我们看到这里 第四十四节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当时 其实是很怕 很忧虑 很害怕 他很需要神的力量给他 他那时候 他的那个泪出来是血 他所流的汗 好像血这样流出来 所以他怎么样 他还是需要一个鼓励 他需要什么呢 他是需要一个鼓励 就看得到 在四十三节的时候 有讲到的 就是那一个天使来鼓励他 我们看到四十三节 就是有一个天使出来 给他有力量 但是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 还是服从神的 这个应许 需要做的 所以耶稣基督 也是甘心地服从神 给他的任务 这个应许 实现他的应许 所以每个人 也是需要一个鼓励 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应许 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有应许 就好像玛丽亚 就好像玛丽亚 他有这个 他的孩子 是神的孩子 他有这个孩子 是神的孩子 但是他经过的过程 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他经过很多的问题 过程里面很辛苦 可能会死 可能会死 但是他还是服从 但是他也都是愿意服从 因为他知道 这个是神的话语 所以因为他知道 这个是神的话语 他需要做到 神要他做的东西 他要做到 神要他做的东西 所以这里我也是要 鼓励大家 我在这里也鼓励大家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的家里面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给你的孩子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给你的老板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给你身边的人 看着 你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给你身边的人 看着 所以我看得到 玛丽亚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 所以我们看到 玛丽亚是一个 很好的榜样 他有这个勇敢的心 他有一样东西 他就有神给的那个爱 就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神给他的爱 他这个爱 就是真的是 没有条件的爱 他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 所以第三样东西 我们看到的就是 那个无条件的爱 第三样就是看到 这个无条件的爱 你要知道 耶稣基督是玛丽亚的 第一个孩子 耶稣基督是 这个玛丽亚的第一胎 第一个孩子 所以我看到 他全部他的心里面 全部都放在这个孩子 所以你看到 玛丽亚的全副心机 都放在这个孩子里面 如果你看到 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 跟儒家福音第二章的时候 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第二章 和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 你看到 耶稣基督的故事 真的是 哇好像一个 连世剧里面 哇很多事情发生 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 好像连续剧 哇很多事情发生 有很多预言发生 有很多预言发生 怎样当他 耶稣基督 要出生的时候 当这个耶稣基督 章予出生的时候 他的那个 有天使下来 跟这些牧羊人讲 有天使下来 跟这些牧羊人来讲 牧羊人讲 什么事情 牧羊人 什么事 因为当耶稣基督 在他要生的时候 牧羊人来看他 当耶稣基督 要出生的时候 有些牧羊人来看他 还有这些 什么 这个博士 很多的这些 很厉害的人 博士在其他国家 也都有一个东方山博士 也都有圣灵感动 他们来到这里 看耶稣基督的出生 圣灵感动了他们 他们看到那些心 那个心会照下来 耶稣基督在哪一天 哪一个时候 生 他们有圣灵感动 看到那粒星 照着在哪里 在哪一个时候 就在那里出生 这样多人不问 他们去问那个王 那个西路王 西路王就是犹太的王 他们周围问人 最后就问到希律王 希律王当时是犹太人的王 那个博士就跟他讲 你们的犹太有一个王 就会出生 他就会带领你们 看顾你们这个犹太人 那他跟这个王说 你们犹太人 有一个王出生 这个王出生以后 就是带领你们 全部的犹太人 那个西路王 他说 这个是谁 我要杀掉他 这个希律王 这个是谁来的 我要杀掉他 他就讲 这个耶稣 有很大的问题 会反我 他觉得 这个耶稣出生 不行 他可能会反我 推我落堂 他都想要杀掉他 他就想杀他 他要杀掉耶稣 他要杀耶稣 但是他就骗这些博士 他就讲 你给我知道 你一看到他的时候 你过来给我知道 他在哪里 我去找他 他就骗这些 东方山博士 告诉他 如果你找到他 你立刻来 告诉我 我也会去找他 但是因为神 启示给这个博士 你不要回去见那个王 但是因为神 启示给这个三博士 叫他们看完之后 不要回头了 两年后 两年之后 这个王讲 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 那些王 为什么他们不回来 这个博士已经回去 他们的国家 其实他的三博士 已经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个王就知道 这个王就知道 他们没有回来见我 他们不回来见我 所以他怎么办呢 所以怎么办呢 全部两岁以下的 全部都要杀光 所以就下命令 两岁以下的男子 男孩子 全部都要杀 所以看到到 那时候的时候呢 所以看到那个时候呢 他的那个基督王呢 要找耶稣基督 所以看到呢 这个希律王呢 很焦急 要找这个耶稣 那边呢 我们看得到 他的那个 耶稣基督的生命 可以看到呢 耶稣基督的生命呢 你看得到 他的家庭 每个都要搬来搬去 他的家庭呢 因为那个 这个 天使 天使教他 一定要跑掉 因为呢 当时呢 天使呢 吩咐他们 一定要离开 所以他们离开了 去了 那个埃及 所以呢 他们离开了 他就进去 这个埃及地 天使跟耶稣讲 等到我叫你回来 你才可以回来 天使跟他说 你等到我 告诉你 你可以回去 你才可以走 那时候 希律王死了 他们才回去 那么直到呢 这个希律王死了呢 他们才回去 所以我们看得到 耶稣基督 十二岁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们看到呢 当耶稣基督 在十二岁的时候呢 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因为当每一年的 逾越节的时候 是因为当时 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 每一年 他们都会回去 耶路撒冷 他们每一个犹太人 都会回去 耶路撒冷 你看得到 耶稣基督 他的父母 全部都一家人 全部去 回去耶路撒冷 所以呢 当时呢 耶稣基督的父母呢 都是回回去 耶路撒冷的 你看得到 当耶稣基督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基督 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个过程过了 全部都回去 过程完了之后 全部回去 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留在耶路撒冷 他十二岁的时候 留在耶路撒冷 他们父母都不知道 父母都不知道 我很相信 他们过去的时候 一定有一半 整家人 几个家一起去 因为呢 相信呢 当时呢 他们整个家族 这样去一大班人 好像去旅行团 好像旅行团 全部过去 耶路撒冷 全部去耶路撒冷 所以那边呢 他们还以为 可能他跟他的舅舅一起 可能耶稣跟他的姑姑一起 或者想想 他可能跟阿姑姑一起 还是应该跟阿姨一起 或者跟阿姨一起 所以他们当他回去的时候 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他们 耶稣基督跑去哪里去 耶稣去了哪里呢 哇 就问了 就到处找了 哇 他父母全部去找耶稣基督 父母到处去找他 他们找来找去找不到他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他问了一天过 找了一天 一天都没有找到 找了一天都找不到 他没有办法 他可能还留在耶路撒冷 可能他还是留在耶路撒冷 他父母很光的时候 就跑过去耶路撒冷 父母就很慌张 就马上就走回耶路撒冷 找了耶稣基督三天 找了他三天 当他们找到他的时候 当他找到他 孩子啊 你发生什么字 跑去了哪里 哎呀 儿子啊 你发生什么事啊 怎么不跟我们回家 你看看路加福音 第2章第48节 里面写什么 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 2章48节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子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 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 哇 我很伤心来找你啊 我们很伤心啊 来找你啊 孩子不见去啊 儿子不见了 那个爱对孩子 真的是有那个爱啊 他们很爱这个儿子 他们很爱这个儿子 他讲这个伤心啊 他讲这个伤心啊 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写的是什么意思 在希腊文的伤心的意思是什么 叫折磨我们啊 就是折磨我们啊 因为当你不见去了 我找不到你的时候 我很慌啊 周围找你 找不到的时候 我的心很慌啊 玛利亚的心 应该是好像 这个世界已经完了 玛利亚的心里面 我觉得 这个世界都圆了了 她的心里面都要崩溃啊 她的心里面都要崩溃了 哇 她的心里面很慌啊 她的心里面很慌啊 所以她就感觉 哇 这个孩子跑去哪里去啊 哎呀 想想这个儿子去了哪里啊 就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 就记得呢 我小时候的 我们有去 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一个地方 叫巴萨玛兰 我们有一个地方 叫巴萨玛兰 巴萨玛兰就是 夜街啊 就是一个夜市啊 很多人 很多人卖东西的 很多人卖东西的 很多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 可能我是五岁这样子啊 大概五岁左右啦 我真的是在那边的时候 我就很 很 跳脾啊 就是看东西 嗯 那我那时候呢 很 很 跳脾啊 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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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东西呢 我父母不知道跑去哪里去 那我那边看东西的时候呢 父母都不知道 走到哪里了 我的故事呢 就是哎 我不知道他们跑去哪里去 怎么办啊 我的故事呢 就是哎 他们去了哪里呢 我怎么办啊 因为那时候我看那个东西 看得很好 我就坐在那边 不要动了嘛 因为我见到那些东西 很有趣 我就坐在那边 不动了 所以他们看看看 连他们就跑掉 那我那边看的时候 他们就走开了 一路走 跑去哪里去 他们去了哪里呢 但其实他们还找着我啊 但其实他们在找着我啊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他们周围走找我 走走 找不到的 他们找不到 真的很慌啊 真的很慌 过后我们有一个方法 过后我们有一个方法 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 他们找到我的时候 他们全部都在 我都也是很怕 那我其实很害怕 当时我就没有哭 但是我没有哭啊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我是傻傻的 但是当时我也是傻傻的 我觉得我不见去不见去 其实这样子 你不见了不见了 还不会讲 我只是怕 但是我又不哭 可能他们在这里 还是在那边 我当时也有点害怕 但是又不会哭啊 想一下他们 都是在这里的 都是不是这里 是在那里的 过后呢 他们有一个方法 之后呢 他们有一个方法 当我不见的时候 我就要去这个包店 有一个拜包的 当我不见了我的时候 不见了 就是大家失散了的时候 我就去一个包店那里 总之呢 如果我们见不到一起 我就跑去这个包店那里等就可以了 是的 如果大家失散了 大家去这个包店那里集合 那时候我五岁 那时候我五岁 那时候我都知道 有方法了 我知道有方法的 当玛利亚她的那个慌的时候 她是看到她孩子不见去的 玛利亚在这个时候 看到她的儿子不见了 三天后 三天之下 她找回她 就找回她 所以我看到她的心情是怎样的 你想想一下她的心情是怎样的 你看到耶稣基督 当她要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要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全部人不见去 她的那个门徒全部跑掉 她的全部门徒都走光了 她钉在十字架上 她钉在十字架上面 在那边看着她的 在那里看着她的 几个人吧 几个人而已 其中一个是她的妈妈 其中一个就是她的妈妈 玛利亚 看着她的孩子钉在十字架上 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里面 约翰福音十九章 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 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 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和末达拉的玛利亚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 那门徒站在那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 母亲如人作妇人 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 到自己的家里去了 那时候耶稣基督 不是叫她母亲母亲 当时她不是叫她母亲 叫她妇女 为什么 他都不要给她的母亲 觉得会很伤心 他要给她母亲 不要觉得那么伤心 他讲夫人 你孩子 这就是你孩子 就是你孩子 他跟其他人讲 这个就是你的母亲 他跟其他人讲 这个就是你的母亲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他是叫耶汉和其他 那两个玛利亚 看着他的母亲 他叫约翰和其他两个玛利亚 看着他的妈妈 你看得到吗 这个是神的爱 你看到吗 这个是神的爱 那个母亲的爱 是因为 玛利亚听到 这个天使 已经跟他讲了 因为这个 玛利亚已经听到 天使跟他讲了 早早的时候 他已经讲 这个是你的孩子 早早跟他讲 这个是你的孩子 但是他是神的孩子 但是他是神的孩子 他一定要经过这个问题 他一定要经过这个问题 所以耶稣基督 也是有跟他的母亲讲过的 他已经跟他的门徒讲 他一天 他就会钉在十字架 他已经跟他门徒讲 有一天 他会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个 每一个人都知道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 但是 那个过程 但是那个过程 很伤心 那个玛利亚 怎样来面对这些 是很伤心的 这个过程 玛利亚怎样去面对 这个过程 还看着他的孩子 钉在十字架 看着自己的孩子 钉十字架 他也是很危险 他也很危险 那个钉在十字架 意思是很大罪的人 因为钉在十字架 是一个很大的罪 才钉十字架 你是他的母亲 你看看 你的母亲 你不怕吗 你不怕吗 但是玛利亚 还在那边 看着他孩子 但是玛利亚 也都在那里 看着自己的孩子 这边 这边人看得到 这个 unconditional love 这个无条件的爱 我们看到这个 是一个无条件的爱 因为在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十一到十三节 我们看到 这些是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 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 可以满足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这就是我的命令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 没有被这一个大的 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 为了爱我们 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 是为了爱我们 就好像 玛利亚爱他的孩子 就好像 玛利亚爱他的孩子 他不会放弃他 他不会放弃他 虽然钉十字架 他还在那边 站着看着 虽然他钉十字架 他仍然在那里 看着他 三天 他十一岁的时候 三天才找到他 所以十二岁的时候 找他三天才找到他 那个慌张 那个慌张 现在他孩子 钉在十字架 现在他钉着 他钉十字架 三天之后 他复活 三天之后 他复活了 他找到他 他找到他 你看到了吗 这一个神给我们的爱 你看到吗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爱 我们有时候 我们觉得 哎呀 到底这个爱 是什么爱 哎呀 我们有时想 到底这个爱 是什么爱 在你的身边 有没有人 需要帮助他们 你在你的身边 有没有人 需要帮助的呢 你在你的身边 有没有人 需要这个神的爱 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人 需要这个神的爱呢 我们要介绍他 给耶稣基督 或者你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 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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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心里面 有很多的 受伤 有很多的伤害 很多的伤害 你也是需要这个爱 你也需要这个爱 当你需要这个爱的时候 当你需要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的神可以给你这个 我们的神可以给你 因为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看到玛利亚的生命 你看到玛利亚的生命 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他钉在十字架是为了爱 他钉十字架是为了爱 他不会抛弃我们 他不会抛弃我们 今天早上的总结 我们去看看 以赛亚书第41章 第10节 看以赛亚书 41章10节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王 因为我是你的神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 扶持你 Amen 这一句 真的很多力量 这句话 真的有很多的力量 为什么呢 你看到 第一句 他那边写什么 第一句 他怎么写呢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怕 他其实真的是这样讲 他真的这么说 你不要害怕 你不要害怕 这个是一个命令 一个命令 因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 我们是有罪 因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 我们就有罪 所以神跟我讲 你不要害怕 所以神说你不要怕 为什么 为什么呢 那个有个允许 那个允许是什么呢 这个允许是什么呢 因为我与你同在 这个允许就是 因为我与你同在 所以你为什么 还需要害怕呢 那为什么 应该需要害怕呢 当我们知道 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害怕 当我们知道 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不用害怕了 Amen 所以这边看得到 神只跟我讲 你不用害怕 神已经跟我们说 你不用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因为我与你同在 在下面呢 他们讲到 不要惊慌 在罗宾说的什么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他还要给我们 记得 他是我的神 我们记得 他是我们的神 你不用惊慌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神是什么 神是什么 神就是那个力量 神就是那个力量 神就是那个很厉害的 神是很厉害的 神就是有很多的将军 他的兵来帮助你的 神是有很多天使 天军天将来帮助你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 我们这个神是谁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神是谁 所以他就讲 你不用惊慌 所以你不用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神 因为我是你的神 在下面他会讲什么 在下面说什么 我必坚固你 我必坚固你 给你有力量 给你有力量 我必给你有力量 我必帮助你 我必帮助你 什么都很好 什么都好 他必帮助你 他必会帮助我们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因为那个必 是他想要跟你做的 这个必字就是 他想要帮助你 他想要帮助你 看到吗 他想要兼顾你 他想要兼顾你 所以我们 最后那一句 他会讲什么 这边写 我必 用我 公义的手 右手 不一定是手 不只是手 一定是右手 最后一句 我必用公义的右手 来扶持他 不是只是手 他要用右手 扶持你 扶持你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当你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很累 什么都很累 我真的动都不动 你真的动都不动 你就是躺着在那边 你就躺着在那边 他用他的右手 他会用他的右手 扶持你 这个就是我们的神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很感谢你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们知道 我们需要你 我们需要你 在你的圣经里面写到 在圣经里面写到 我们不用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与我们同在 神啊 神啊 我们祈求你 我们祈求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跟我们同在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你 所以我们能够依靠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希望今天的讲道 有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 再见咯